注意,这可是全网为数不多带你深度探秘AVITA07的内容 内部一手资料,带着我的粉丝鲜度为快 首先,AVITA07依旧是沿用了家族未来美学的设计语言 双层曲面LED日行灯很有识别度 管它第一眼分不出来是AVITA0711还是12 但是这就是AVITA非常成功的品牌符号 而且这次AVITA07还配备了微笑曲线Hello屏 多种交互模式以及自定义图案 现在与AVITA家族另外两位大兄弟 AVITA07最大的变化参为了头顶一颗激光雷达的布局 照着视野更佳,同时也是支持华为的ADAS支架 而最为关键的尺寸 AVITA的车人长度是4825毫米,轴距2940毫米 配有20英寸和21英寸轮毂可供选择 比例完美符合,飞波那契,螺旋黄金比例 不仅好看,还要耐看 我猜你们就想拿它的尺寸和谁是谁去比 当然除了尺寸内饰,得放率 也成为了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 我猜你们和我一样,一说起新能源车的内饰 毋庸置疑就是家电城风格肯定躲不开了 然而AVITA07还真的不是家电城 看到这内饰必须给设计师一个大大的赞 前置超宽待遇屏 两侧有6.7英寸数字外后日镜 配合中间的大尺寸中控屏 棕色的软包和金色金属材质的香边 这就是新设计美学 而且还是华为鸿蒙座舱 操作系统也必须是遥遥领先 AVITA07首发双零重力座椅 配合按摩和通风功能 支持一键零重力 加热和通风远程启动 座椅礼让,靠背防夹 休息,观影,嗨唱等座椅联动功能 而第二排AVITA07甚至还打出了 类似于劳斯莱斯·麦巴赫一样的后排座舱 设计师将后排的沙发整体向后轴移动 成员坐在了CD柱位置之间 不仅可以带来更好的空间 而且还提升了后排私密度 同时将座椅连通侧面整体包覆 形成了环抱式的沙发 难怪那些百万级的豪车后排都是这么设计 这次AVITA07也给你实现了 座椅功能上还可以通过8英寸的触控屏 调节靠背的角度 而且座椅也都支持通风加热和按摩功能 而且全景天窗也几乎成为了很多新能源车的标配 但是再厚的隔热涂层也难以抵挡夏日的暴彩 AVITA07不仅具备天幕隔热涂层 还具备电动遮阳帘 从根本上隔绝热量 置物空间方面从外形也不难看出 这次AVITA07并没有像它两位兄弟那么放飞自我 进而使其拥有了500升的标准性的箱空间 以及90升的前辈箱容机 车内AVITA07除了热泵空调 还具备双层流空调 画一个置的点相较于普通空调 可以合理的利用室内和外部的空气降低能耗 冬季时双层流空调可以对车内空气进行热循环 同时利用外部的干燥空气去除车窗雾气 记住两个重点就行 一个是节能 另一个就是安全 至于动力方面 续航还有置架后面几张纸的内容 我们本期内容先暂时保密 关注加粮 咱们之后的节目为大家逐一揭晓